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即将于29号登场 据台湾媒体报道 虽然美国国会在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中 建议邀请台湾地区参加环太军演 但是拜登政府还是没有邀请 消息传出后台湾某些人的玻璃心又碎了 报道称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环太军演 将于6月29号至8月4号在夏威夷群岛与南加州海域举行 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 建议邀请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环太军演 引发中方强烈抗议 国台办翻译人马小光正告美方 这是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玩火者必自焚 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 考虑到可能造成的种种恶果 美方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尽管如此 民进党当局还是为参加军演做了各种准备 据台媒报道 台海军专门完成了英语作业程序培训 今年4月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百鸿辉 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 被问及是否有接到美国邀请参加环太军演时 还声称在积极争取中 现如今 未获邀的消息传来 台湾许多人的玻璃心碎了一地 今年虽然没有受要参与REMPACT演习 但是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 仍然与我们保持一个密切的交流跟合作 分析认为 台防务部门发言人孙立芳的表态 既是一种自我安慰 同时也揭示了在当前情势下 台湾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实 即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只给口惠不给实惠 只会玩音的 不敢来明的 只会搞小动作 不敢碰红线 国民党明代江启臣就坦言 拜登政府在两岸关系上掌握得相当清楚 就是尽力不要刺激中国大陆的底线 虽然美国此次未邀请台湾地区参加环太军演 但是专家提醒 美国一直试图在各个领域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以此来对我方施压 我们必须小心美国暗中以切香肠的方式 掏空虚化一中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美方在跟相关的区域组织 或者说美国的盟友 在会谈之过程中 那么都有提到这个台湾问题 实际上这个是第三方国家 对中国内政的严重的这种干涉 尤其是美方试图搞围堵中国的这种小圈子 这个只会令两个关系更为复杂严禁 风险大为增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监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监制